他叫白白也是我的朋友 19岁那年罹患骨癌 做了17次的化疗跟25次的放疗 21岁后成功的治愈康复 但在23岁那年又罹患了血癌 接受了化疗和亲属干细胞移植 没想到在今年25岁的时候又复发 也代表之前的化疗跟亲属干细胞移植失败 现在还在持续做化疗 并且目标要再次移植 这次复发目前做了三次的高剂量化疗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好 他跟我说 只有找到能配对到的干细胞 他才能活命 否则就是要一直化疗 也不知道要做几次 但只做化疗就是不会痊愈 透过这个分享 我想说的是 需要干细胞移植的人非常多 大家都在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能不能拜托各位一起帮忙 去做干细胞的接应配对 这个配对很简单 跟健康警察抽血一样 抽CCC就能完成 只要有配对到 院方就会询问您是否愿意捐赠 捐赠也不会很恐怖 现在九成都是用周边血干细胞移植 就是从双手抽出血而已 你也可以说是高级版的捐血 不用开刀 不用麻醉 所以富林在这边拜托大家 到这部影片底下 我会转贴网址 麻烦你们点进去网址 去登记 干细胞配对 或许您的血 就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 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